五七神龍寺 台灣新聞民 韓國外觀眾大家好 我們今天再度邀請到新竹縣 新埔鎮農會總幹事 曾庭熙總幹事 再度歡迎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以及與台人中央大學 客家學院博士生 關武德學者 謝謝 大家好 我們今天再度來談 新埔鎮農會 他是台灣 非常少數 把日本的農會的經營模式 引進台灣 我們今天會好好來介紹 他們在各方面的經營 可以說是台灣302個 農會裡面一個新的典範 我們在介紹 所謂的場域活化之前 是不是請總幹事 把我們前面的產品 來利用這個機會 我們這個節目 也是希望替農會做銷售端 來 請你介紹好嗎 第一個這個 我們先去解這個好了 這個是我們的飾餅 飾餅加工 我們這個新埔在漢坑地區 我們有一個飾餅加工區 這個加工區還有18戶 15戶的一個個體戶 在做飾餅的加工 然後我們每年也針對這個 飾餅戰產業活動 10月份的第二個禮拜 就禮拜天 我們就辦飾餅節的活動 這個是我們的一個飾餅 另外這個世俗 是因為這個產業 我們用二次的包裝 就是說裡面去包一些餡 就是有山藥泥跟這些花生泥 還有一個就是我們客家的麻糬 這樣的一個情形之下 一個橫切面 有點像日本的和果子 不然說這個是讓產業 去附加價值去提升 另外這邊 這個是我們客家傳統的柚子茶 這個是我們一個 傳統的一個老師傅 他祖母 他現在已經將近80歲了 他說他的祖母教他的配方 就裡面用他們自己種的柚子 幫果肉泥 那個柚子的果肉泥 把它挖出之後 跟老茶一起混 加一些檸檬佛手乾 然後去沖田回去 然後去久蒸久曬 這麼大的一個柚子 變成這麼小的一個柚子茶 我們在憲福的輔導之下 我們口述禮止之後 我們將這些茶 把它去電量包 就製成茶包跟禮盒 這個它一年只有大概生產300個 所以說這個都是手工在做的 所以說我們曾經在百大精品的時候 這樣的一個包裝 大家覺得說送禮很好 他跟我們訂3000盒 我們沒辦法去應付 所以說這個是 所以說在這樣的一個情形之下 我們說這樣可以搭配 就是說喝傳統的客家柚子茶 去品嘗士餅 去品嘗我們的世俗 的一個和菓子 我想說這一個set 是最具客家風味 最具傳統風味 我看你們實在老實 要量產 結果你們量產3000個 應該是堅持古法 堅持手工 DIY了 我們今天要談一個新觀念 我們上一次談著 新農民市場 但是我們要介紹 所謂的場域活化 我要請教總管事 怎麼讓新普正農會 所謂的場域活化 這是什麼觀念 先前談到的就是說 我們的產業一個豐富 然後我們在大概90年代 然後結合休閒農業的時候 我們剛好我們農會的倉庫 這倉庫剛好是 整個產業的中心點 我們的休閒農業區 我們的飾品加工區 水利專業區 以及那個乾脆專業區 兩個稻米加工區 然後一個小鎮風情 所以說在這樣的一個情形之下 我們在倉庫這邊 我們陸陸續續去 整合這些場域 現在也是一個 我們先前的一個 產業交流中心 四大主軸 有一個我們甜媽媽的一個 用餐環境 這個是地方特色料理 如何結合地方的食材 甚至我們客家 傳統加工的 像這些老菜膜 或是一些豆乾 極醬 梅乾菜 這些菜肴 我們能夠呈現給消費者 一個就是農產職交中心 這個是農民市場 怎麼樣小農的一些蔬果 能夠透過職交的方式 可以給消費者 這可以節省成本 第三個就是說 我們有一個咖啡廳的場域 古餐咖啡廳最主要營造是 希望能夠將農民市場 這邊看得到的 這邊可以吃 我們價值也供餐 我們在地的米 我們新補沒有餐的 在地的一個米 以前是天皇的一個貢米 我也希望就是說這些米 我們自己有小型的包裝機 然後我們加工的這些穀 這些的穀 我們放在16度去冷藏庫裡面 然後隨著訂單 隨著加工 永遠是最新鮮的 消費者能夠吃得到 吃得到可以去採買 另外我們在我們場域的對面這邊 有一個多功能的農業 推廣教育中心 這個是長期還是營造 我們去走變更計畫 去走都計審查 去做這個計畫的一個 營造的變更 現在我們一年有兩次的 產業活動在那邊辦理 另外我們也把整個農民 所需要的一個整個的 一個資裁採買 能夠匯整到這個地方 以前舊的一個場域 現在變成一個新的 比較寬的一個場域 裡面的擺設 不管是肥料 不管是資材 都可以很安心買得到 所以由於他們整個生產機紀錄 可以很明確的 可以把它正確的一個使用 另外就是說 未來加日農民市集 主持人也講過 以前歐美這個農民市集 我們就要營造那種 而不是攤販林立 所以說這個 等於說讓小農的一個平台 能夠更活化到 那個農民市場的場域 另外也是一個居民學習場所 我們所有的這些教育訓練 我們所有的法定會議 都在這邊去營造 所以說農民 訓練在這邊 主訓在這邊 採買在這邊 行銷在這邊 讓消費者能夠互動 都可以看得到 然後我們把最新鮮安全 最有尊嚴的產品 給消費者 這是強烈提升最重要的概念 非常好 你提到好多 讓我印象最深是 農民市集 在美國叫做Farmer Market 我在美國讀書的時候 一到五都很忙 六日我就跟我太太到 一個市集中心 農民市集 因為我是讀 加州大學 戴維斯校區 是比較農業地區 真的附近農民 都把那個產品帶來 學生都很便宜的價錢賣給學生 其實這個農民市集 是一個非常可行的方式 我希望你做一個客家學者 你覺得他們所做的長逸活化 都是徹底的把日本市 跟台灣在地融合起來嗎 你有什麼觀察 什麼評論 其實我還沒有在讀 《博士班》的時候 其實我有一段時間 是在新埔國小待客 所以我在新埔鎮的三所國小 新埔國小 仿寮國小 北平國小 我待那邊待客 其實就呼應了總幹事提的 我覺得我那時候接觸的 因為新埔鎮是一個 其實是一個三層 那國小小朋友 家長就是務農為主 那我交小朋友 他說把媽媽做的 不是種水梨啦 就是種柿子 不然就是幫人家去採果 我倒是覺得 我可以用不同的觀點 我自己的經驗 我覺得總幹事可以把 因為我知道新埔鎮 他在這個人口 因為他是一個非常分散的 他是一個鎮 可是理是地廣人稀的 可是他們很需要就業機會 剛剛總幹事已經有提到就業 可是我發現 清農部分一直不足 其實我倒是覺得 因為與其 因為新埔鎮很多 他們家長都是到祖北去就業 如果可以把這些 留在新埔鎮就業的 這些年輕力量留在那邊的話 他們的子女自然就會留在 新埔鎮來就讀 就不會像之前 我在北邊國小的時候 我曾經代課 一個班我只叫一個學生 那爸爸是我們拜託 讓他留下來 為什麼 他說我要到祖北去工作 祖北工作 小孩子就會轉學到祖北 那個班級 一年級是沒有學生的 所以我那時候 我們是這樣子過來 所以我倒是覺得說 如果剛才 中總幹事已經把新埔鎮農會 已經轉型到這樣子的話 我覺得空間的概念 不是只有硬體 應該是吧 軟體的話 讓這些在地的新埔鎮人 願意留在這邊 所有的空間 都是他們的空間 然後新埔鎮農會 結合這邊 社區發展協會 他們有很多的產品 也可以製作 我想這個結合的話 可以讓新埔鎮更能夠加分 我主持這個節目 我下一個大願就是 要把台灣302個融會的總幹事 都邀請來這個節目 讓全世界 因為都YouTube 讓全世界知道台灣的融會 這是我一個很大的一個志向 我也希望大家 能夠一起來感受到台灣的融會 因為疫情以後 因為主權國家一定是反全球化的 農業一定必須自給自主的 台灣可能在短時間內 依靠外來的進口是有所不足 我們必須靠自己 這也是我要強調這一點 新埔鎮農會 的確有相當新穎的經營模式 我希望大家 疫情要注意健康 但是也可以在不影響 健康的情況下 我今天要替這個 新埔鎮農會行銷 就是它有兩個非常特色的一個 第一個 甜媽媽美食環跟古倉咖啡廳 利用這個機會 邀請大家週六日 或連假期間到那邊去 當然要記得 要分流 要注意健康 來請 我們這個甜媽媽 這個甜媽媽 這樣的一個logo 是農委會輔導的 所謂發展地方特色料理的一個計畫 統稱到甜媽媽 全台灣都有甜媽媽 然後新埔農會 為什麼會去做這個甜媽媽 就是要結合我們農民市場 的這些菜 以及在地的米 在地的食材 甚至客家傳統風味的菜 都可以在甜媽媽裡面去採得到 所以說他們用的這些食材 都是可以看得到的 比如說他們這些 這些梅干菜這些 這些都是老農 他們菜去加工去乾燥去買的 都可以看看得到 然後未來甜媽媽 他們還可以就是說 去扮演這個食農教育的角色 甚至怎麼樣推廣米食的角色 讓小朋友能夠學生的營養午餐 能夠多多吃我們本地的米 甚至吃我們本地的 季節性蔬果的這些菜 想說這些是很健康 那古餐咖啡廳呢 古餐咖啡廳 這個要講到就是 我們整個新埔這邊 生產稻米的面積逐年來 就是一直在減少 我們的蒼蠅也一直空在那邊 所以說我們專案去跟農糧署 去申請場域的活化 就是說這閒置在那邊的倉庫 裡面髒髒亂亂 然後黑黑暗暗的 然後我們就把它活化起來 就是說把整個的牆面 把它打成落地窗的玻璃 然後去看到整個的 一個農村風貌 整個的一個稻米生產 不同時節的一些作業 從擦秧 從秧苗 然後從這個 整個收割這些 都可以看得到 最主要這個營造出來 其實我們當初是 以農業推廣教育中心 農事事件家政的一個 研習 經驗發表 或是這些美食的創作 甚至不凡我們辦活動的記者會 都在那邊 在102年之後 我們去成立這個咖啡廳 最主要是搭配農民市場 能夠看得到 吃得到 然後我們營造這樣的一個氛圍 是希望就是說 這些認同我們產業的 來我們這邊消費的 這人潮已經群聚了 已經信賴我們 變成好朋友了 我希望他們有一個場域 能夠品嘗我們農民市場的菜 可以吃在地的米 甚至可以吃這個 各家柚子茶去搭配市場 去搭配飾品 甚至我們的有機蔬果 可以打成飲料 我們現在有一杯用胡蘿蔔汁 跟蘋果 跟檸檬 去打的一些汁 他們叫健康好基色 就是他們的食物健康 所以說這個也是希望就是說 有這樣的一個農村奔茂 消費者來 可以坐在那邊 可以欣賞農村奔茂 可以品嘗我們好的產品 這個疫情使大家悶壞了 我可以理解 但是利用這個假期或五一年假 我推薦大家到甜媽媽美食坊 跟主唱咖啡丁 在今年過年的時候 就透過我的兄弟導覽 我們去的時候 其實那時剛好過年了 滿滿的 都是人 後來我們跟老闆說 你就門口外面擺個桌子 說我專程從台北 就是要藏這個甜媽媽美食 所以我們兩個都在門口 再擺個桌子 那個道地的一級棒的客家美食 而且這是在地食材 包括那個咖啡 那個咖啡絕對不會輸Starbucks 你們那個咖啡也非常好 你們也是經過挑選是不是 那咖啡 那咖啡是我們有專業的團隊 專業的這個咖啡 其實我們在地也有種一些咖啡 但是他們是網路自己在賣 所以說我們也可以作為 互相的一個交流 最主要這個咖啡 我們是透過專業的一個團隊 來教我們怎麼去做的 後來我輾轉到另外一個農會去 天皇在喝的咖啡叫 有沒有這回事 你說你們的米是貢米 他說那咖啡是貢給天皇的 後來我請教胡綜藝署長說 在台灣至少有100多個產品 是貢給天皇的 不知道有沒有這回事 你們農會有一個 是非常特殊的 農業支柴中心 利用這個機會向大家介紹好嗎 這個農業支柴 這個我要講說 我們新補這邊的產業豐富 所以說我們全新補線 賣最多的肥料 最多的資材大概是我們 以前的舊的這個資材 位在鎮上 從最早是日本時代賣鹽的地方 那邊是整個就是腹地也不夠廣 然後農民整個來採買的話 這個也是塞車 然後甚至你肥料要進車 這個路太小 所以說我們在剛才講說 我們先前買的這塊底 多工農的農業推廣教育中心之外 我們成立一個農業資材供應中心 就是說在地的農民需要的一些資材 甚至是一些友善的資材 有機房子的資材 甚至看得到的這些安全用藥的這些 我們都要施以一定的比例 教育他們怎麼去用 所以說這個資材 我們會去營造像 這是一個百貨公司 在陳列的一個方式 其實也是讓農民方便 第二個 也不要讓人家認為就是說 農業的東西 這個資材就是髒髒亂亂的 在這邊去擺著 我們把它去分類 去營造這個比較好的一個賣 賣獎的感覺 好 最後問題 我要請教你 然後請吳德兄補充就是 融會怎麼跟農業旅遊 在地的休閒旅遊結合 這也是一個興趣向 是不是請總幹事介紹 然後請吳德兄說 什麼地方可以改進再可以提升的 來 總幹事 這個要說 大概在蘋果90年的時候 我剛才講說 我們有21個產銷班 其實那個時候 我們透過產銷組織 我們就教育他們就是說 未來很可能 休閒農業發展的時候 很多的客戶 就會到你的園裡面去 可能去觀光 可能去彩國 所以說未來 你要怎麼去接待你的客戶 你怎麼樣利用空間 可能你要弄一些停車場 你可能要有某些互動的一個空間 所以說在這樣的一個情形之下 我剛才講過 我們這個新埔政論會倡庫 剛好是這個 所有產業的一個中心點 老實講 水保局針對我們休閒農業區 針對周邊的這些休閒農場 他們都把連外大陸都弄得很好 所以說在這個情形之下 我們91年的時候 我們有成立一個資訊旅遊服務中心 最主要是整合地方 有特色的這些農業景點 適合深度旅遊的 甚至附教育性的 所以說第一個 我們像古倉 我們怎麼把米 當作是一個教育性的一個點 甚至怎麼樣透過亮點查方 甚至我們有多肉植物的教育園區 甚至有士餅的一個教育園區 怎麼樣去串連這一些 這也是農會在跟地方的 基本農業去結合 我向大家推薦 新埔鎮農會的新農民市場 甜媽媽的飲食坊 還有咖啡廳 旅遊休閒很重要 我自己也是走一次 武德兄你也走一次 是不是給這個 新埔鎮農會做個建議 當作結論 請 其實新埔鎮的 目前的休閒農業區 已經發展非常成熟 在規劃裡面 所以觀眾朋友去看的話 他們都很熟 可是我覺得 目前可以補償了自己一個 叫導覽人才的建立 所以我自己 不管我自己實際去在國小帶課 或者說我在交通大學 讀碩士班的時候 我們有非常多的研究生 都去研究新埔 他們不管是工廠產業 可是研究完了就走了 可是這些都是人才 因為他們爬梳很多資料 像我那時候為了研究之後 我去請教新埔一個把坡 怎麼做即將 我才知道即將怎麼做 三星半夜兩三點開始 就不知道即止即將 可是這些都是人才 所以我覺得說 按照現在新埔鎮的 教育官員 我就最急迫的 就把這些人才找回來 透過導覽 讓他們訓練 其實也呼應了各國會 你不是要課語要保留嗎 其實也應該要把它保留下來 我覺得這個是目前最接要做的 很多人說為什麼這個節目的 第一個叫自立人類和平 你們特別注意到 台灣的農民都是非常和平的 台灣的農民懂得生產 認真打拚輕輕 但是未必懂得行銷 我們這個節目 就是不只生產端 也要做行銷端 最後還是透過這個鄭王氏 鼓勵全台灣因為國旅 現在必須國運旅遊 大家集中到新埔鎮農會 未來我們每個農會 都替他們行銷 來 利用這個最後機會 行銷新埔鎮農會的各種願景 來 邀請大家 新埔農會 這個是新竹線 沒有過度開發的一個地方 然後距離都會也是很近 你可以透過陽梅加油道 龍南加油道 甚至這些關西加油道 跟雄林加油道 竹梅加油道 直接可以進來 所以說除了我們好山好水 周邊的農油點 我們大概有休閒農業區 我們有其他的一些 農業休閒的一個景點 另外我們倉庫是最好的一個地方 你去爬爬山 你去逛逛這些 甚至到飾品之下去看一看 不忘到我們這邊 到田媽媽去品嘗我們的客家菜 然後甚至到我們農民市場 去買新鮮安全的蔬果回去 我想說這樣的一日遊 對都會來講是非常的近 而且非常的容易 好 台灣是好地方 請大家記得這句話 既然能做國民旅遊 我這個節目下決心 要把台灣302個農會通通介紹 新浦鎮農會是其中教教者 感謝曾總幹事 也感謝伍德兄 從你學術觀點給我們的語談 謝謝兩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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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七成龍是台灣新聞民 海外觀眾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胡忠信 海軍的疫情發展到今天更加嚴峻 總共有28個確診 請看大家今天最新的新聞 磐石劍多人發現抗體 抽血結果顯示 有官兵近期感染及曾經感染 當然這有在醫學專家的解釋 但是有28個確診的確非常嚴重 也造成社會的震撼 驚恐 害怕跟怨氣 一定有它的道理 但是我要強調 我們要冷靜致詞來理性面對 來 請看相關新聞 4月15日讓軍艦官兵 能夠放假下船的最後一道關卡 是他連檢小組 上午7點半開始檢測 為了趕上8點半軍艦結業典禮 一個小時內測完744人 被質疑是最後一道防線失守的關鍵 但曾經擔任海軍軍醫28年的醫師 吳文智還原了連檢小組的經驗 真的心有餘力不足 以前我們敦目的經驗 假設總共加起來8個衣冠的話 你也大概平均100多個人 吳文智坦言從他85年 在敦目艦隊檢疫三艘船 平均就只給連檢小組一個小時 因為過去的連檢小組 主要是檢查從國外回來的官兵 有沒有夾帶槍械 煙酒等為禁品 要對船員做健康檢查 難免只夠量體溫填健康聲明 流於形式而已 他的健康聲明書嘛 量個體溫 這時間大概就已經會 就是你一個人看100多個 這個一個鐘頭也差不多很勉強了 但醫官推測軍艦船員做的 這份健康聲明書是沿用舊的版本 才沒有把秀未決異常 納入考量 追究這11人連檢小組 是以建職部後勤副參謀長 擔任組長 成員還有監察官 後勤官 保防官 法治官 及兩名軍醫官 至於國軍高雄總院院 四名成員則是只有15日 上傳支援連檢 誰該負責也許越來越清楚 那如果有發燒或頭痛 當然支隊長比較擔心的 就是這個疫情的問題嘛 那與支隊長應該會去問 那這些發燒跟這些有沒有什麼關係啊 清呼疫情必須付出代價 但似乎也不能只讓連檢小組的 小衣官成了戴罪羔羊 東三新聞 蔡秉優零二支台北採訪報導 我有看到今天有退伍軍人 在大學擔任教授叫做李平生先生 他在這個讀者投訴說 國軍不是戰犯 我同意 也不要對國軍過度的責罵 包括國民黨需要這樣 詞毀國軍的戰訓嗎 我想也不要過度 但是該做的監督自然該做 但是我還是這邊先對我們的軍方人士說 真的我剛剛說的 人民他的怨氣一定要找到宣洩口 他的生氣並不是沒有道理的 因為台灣是一個防疫模範生 然後台灣help 台灣helping早就揚明國際了 我們台灣是亂世中的福利 公民素養高 而且高度智利 包括你看台灣的各種交通系統 捷運公共運輸系統 大家都戴口罩都高度智利 包括非常多的公司 好像都高度智利 按照這個道理 軍方也理應非常注重紀律跟軍紀 也就是防疫形同作戰 病毒就是敵人 這一次敦目艦隊成為最大的破口 我想說台灣人當然會生氣 而且這個悶氣已經太久 當然是變成情緒的宣洩口 而且敦目艦隊成為最大的破口 我想有三個最主要因素 我們說給軍方天 很理性的來分析 第一 這個支隊長最大疏失 就是當艦上官兵已經有來 不管是感冒或發燒 都來有這種狀況發生的時候 他竟然沒有向上級艦指部報告 這個艦上官兵有這種異常狀況 第一點 第二點是看看昨天國會 這位支部長打電話到國會去 當眾下在媒體的指定之下 他訴說冤枉 他說他沒有引力疫情 這樣就算了 他還講到哽咽 然後講說他寧願死在船上 死在海上 我覺得這花言都不妥當 這個程序是不對的 按照道理應該派調查小賭 南下去了解 或者是國會辦公聽會 我覺得這個整個程序 不管是國會或軍方都亂了套 所以支隊長要想想看 將軍面對群眾是理性的 面對部署理性的 怎麼會講到哽咽 其實這種場合你只能講 Yes Sir No Sir No A Q Sir 講最多的理由 都不是好的辦法 麥克阿瑟講最好 他說軍人是為求生而戰 軍人的勝利是最高 勝利是求生 結果你怎麼講 都死在船上 這個花言都非常不妥當 第二 國王部長已經講了 他說劍職部指揮官 怎麼沒有在全面了解狀況下 就讓700多位官兵放假解散 第二是劍職部指揮官 也有疏忽之處 所以這支隊長跟劍職部指揮官被調職 我想理應當然 這是完全軍中的規定 第三就剛剛我們播放影片 為什麼4月14號的聯檢小組 上傳的時候 沒有軍醫級跟局管局沒有參與 也就是軍醫級叫不動 而且想想看700多人 只有一小時就檢查完畢 我們到醫院做檢查 可能他比較重的病 都要檢查兩三小時 700多個人一小時檢查 可見便宜形勢 完全低估疫情 而且馬馬虎虎非常粗帥 光這三點 支隊長 軍隊指揮官跟聯檢小組 這三個破口就一花不可收拾了 所以這件事情 我們必須承認 軍方也不要找藉口 的確造成國際形象的大傷 也對我們的軍隊 容易造成非常大的傷害 為什麼總統要道歉 為什麼國防部長要道歉 現在連參謀總長 跟海軍勢力的 他的前途都命運未斧 想想看 洪仲秋事件事要道歉的 因為霸凌問題 這件事要道歉 我覺得這一天 也因為很多海軍事關於反彈 我可以理解 但是要從理性層面來了解 還有一點國安會功能 我們的國安會 顯然沒有發揮功能 讓一支支隊長的軍艦 支撐在那裡做他的判斷 想想看 一艘軍艦三艘船出去了 支隊長孤單單的在海洋上 他有他的軍事邏輯 但他沒有防疫邏輯 於是遇到這種判斷力錯誤的時候 馬上你看 這一次三艘軍隊都有官兵確診 也就是我們國安會 事先有沒有協調統和 有沒有沙盤推演 有沒有戰略指導 顯然沒有 你看美國的白宮國安會 扮演多重要角色 看看羅斯福號發生的時候 美國海軍部 美國國安部 美國白宮的國安會 馬上介入 我們國安會有沒有發揮這個功能 顯然在總統身邊 也有需要很強有力的國安幕僚 顯然沒有發揮這個應有的功能 當然我們要肯定 我要強調肯定 這一次因為要在海上30天才能入港 於是這一次這個敦步戰艦 有到太平島到東沙島 進行海上的操演 而且滿30天以後才進港 包括他們繞過西里博士海 輝利賓海 南海 這都是應有的作為 包括4月12號 岳輝號 康定號 還追蹤遼寧號 這一點我呼籲國人也要肯定 這是國軍應有的作為 不要因為疫情 就把國軍的操演 國軍的演練全部把它裹定掉 我希望我們人民 這一點要分清楚 好 我要講的重點是 中國利用美國的4艘航空母艦 在整個太平洋都有中標 於是戰力受損的時候 中國最近升高在西太平洋的 所謂的壓力測試 包括幾天前 中方軍艦故意擊毀 一艘越南遺傳 包括大家沒有注意 4月18號 中國政府宣布 成立西沙南沙特別行政區 包括幾天前 突然在香港大肆逮捕 像李世民這些民主黨人士 中方也不斷挑釁 換句話說 當中國在西太平洋 在不斷挑釁 在第一島鏈不斷挑釁的時候 台灣不要因為疫情的問題 也出現戰略的破口 這是我必須向我們人民上說的 對軍方的要求 對軍方的指責是可以的 我們可以成立專案小組 就像部長說每天開記者會 但是也要就事論事 大家要把它分清楚 我幾天前特別引用納爾遜 英國海軍大將的話 他說 國家期待每一個禁責任 其實我讀他傳記才知道 他在人生最後一戰的時候 他戰前他讀聖經 讀《使徒行傳》讀保羅 我們知道保羅他遇上海難 他怎麼自處 換句話說 納爾遜大將他做個指揮官 也知道他有價值信仰 在海戰之前 在壓力之前 他知道透過價值信仰 讓自己非常穩定理性 我希望我們的國人 要冷靜理性 我們的軍隊 也不要因為這樣受影響 照樣該做的操演 照樣的訓練照樣做 邱吉爾所像這樣講 當整個歐洲大陸 被希特勒掌控的時候 邱吉爾把聯合內閣找來 每個內閣都是非常沮喪 大家都非常低頭 邱吉爾說 這是最好的機會 最壞的時候是最好的機會 他留下一句經典名言 不要浪費一個最好的危機 各位 疫情是一個危機 我們不要浪費一個好危機 正如我剛剛引用麥克阿瑟的話 軍人是為勝利而生 不是為失敗找藉口 我希望我們軍人 要鼓起勇氣來 也就是 如果我們繼續糾葛過去 這個疫情我們就會失去未來 該做的調查就調查 該做的懲處就懲處 但是我們還是要往前走 我舉一舉 國防大學應該跟衛福部合作 派教官跟衛福部的疾管集團員 到軍隊去做巡迴演講 做什麼黃毅的演說 過去我在當記者的時候 那時湯耀明先生 當陸軍總司令的時候 他也邀請我做軍隊演講 什麼演講呢 讓媒體跟軍隊能夠互相交流 我記得湯耀明後來 不管是陸軍總司令 後來做參謀總長或國防部長 都邀請我到軍中做演講 講授媒體跟軍方的關係 是不是衛福部跟國防大學合作 去做防疫的宣導訓練 你看以色列大潭雅胡 這幾天突然跟反對黨組聯合政務 他發覺到防疫跟防恐一樣 是最高的安全係數 我們是不是要這樣思考 我們的執政的民進黨跟國民黨 這時候大家要共體時間 而不是在國會各自 你看昨天為了這個事 在國會炒成一團 學學以色列 以色列在這次的安全係數 防疫是全球第一的 他們都組聯合政府 我是坐著呼籲說 我們的政治人物 他們要監督制衡軍方的改變 同時要學習解決紛爭 還有找出共識 而且給下一代做典範 今天我特別介紹一本書 要了解整個第一島鏈的近代史 這本書是非常好的書 1895到1945寫真書 帝國台灣 總共收了360張照片 以及他的解說 讓我們了解 為什麼台灣在第一島鏈的重要性 這本帝國台灣1895到1945寫真書 這是一本唯一將日本與台灣 興亡彙整 宏光 歷史脈絡的攝影集 總共蒐集了360張照片 用眼睛看近代日本史 台灣史 對讀者是一部最優質 客觀的歷史教科 透過歷史的終身了解 也讓我們了解 目前中共在西太平的擴張 很像五 六十年前 七 八十年前 日本人在西台灣擴張 造成戰爭一樣 大家以歷史為界限 謝謝 都在西台灣擴張 我們跟他家中閉上 有關關相關 成一關關 如果他知俺做出的 使精明